哈喽大家好 我是TONY CHOI 基本八字90秒 每次讲90秒 其实不一定是90秒 就像以前 古人讲手伤三年 也不是一定三年 其实只是指23到25个月之间 长命百岁 也不一定是说他一定是100岁 可能他超过80岁 他就说长命百岁 所以古人对数字 他是有一定的折扣 所以他讲的那个数字 不一定是那个数字 所以大家要非常的明白 所以基本八字90秒 也不一定说一定是一分钟半 就是90秒 有时候会超过 有时候会短过 今天我们来批一个八字 八字的这位男的施主 他就是问说 今年想跟朋友一起合作 就是开一家生意 或者是说合作 从事一些工程之类的 他就问我说 其实他今年适合不适合这样做 好 这个问题来讲 我们首先呢 一路以来呢 我是不习惯说 看他今年的 我会先看什么 就是他的这个十年大运 为什么呢 因为做生意你不是做一年吗 不可能说今年你财运好 明年你不好你就不做吗 对不对 通常是看一个 先从一个大方向看起 这个大方向呢 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呢 他的天干呢 就是这个28岁 8岁开始起大运 然后呢 十年换一次 现在走到28岁的大运 今年35岁的话呢 呃 天干排列组合 物土两个 生 心经 客 乙木 然后呢 地支的话呢 就是茅木 生 乌火 还有呢 四火 然后生 橙 还有丑土 乍看之下呢 他今年呢 其实呢 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 十年的财运呢 对他来讲呢 是非常的不错的 啊 非常非常的不错 所以呢 今年呢 他 这个大运呢 他的财运是很好的 那么他说 今年要跟人合作做生意 而且呢 28岁的鬼 物 大运呢 现在走到鬼毛了 还有两年就走完 就是说 还有两年走完 我们就要看他 接下来的这个 呃 38岁的大运如何 嗯 38岁的大运 以为几位了 几位大运的话呢 就 出现了 物 基土 生 星 金 然后呢 克以木 然后呢 他的地支呢 就是 就是 嗯 卯 木 生 四火生 臣土 卫土 还有丑土 啊 从这一个 38岁的 十年大运来看 我们就可以 非常的知道 比起他上一个大运 上一个大运 他走的是 十三 然后现在接下来的38岁的大运呢 他走的是 采运 所以呢 可以说他如果现在跟人家 开始合作做生意呢 接下来的十年大运呢 是对他有利的 啊 所以呢 他就应该 把握 我们再看他 接下来48岁的大运会如何 48岁的大运的时候呢 他就会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变化 因为一 梗河了 就变 雾土 生 心经 然后地支呢 是 生河了 他就变出 变作是 尘土 丑土 还有那个 卯物 然后呢 从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呢 他在48岁的大运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这个根经来到 把乙木 合走 变着说 这个经直接会刻到这个 啊 元 啊 元命 所以从这里就看呢 48岁这个大运呢 如果他 要做生意呢 是非常不利于他的 因为为什么 天干的日元被刻 然后呢 地支剩下财 还有笔尖 意思呢 就是说呢 他的财这边 会很差 而且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很差 试问一个财很差 人际关系又很差 而且加上 食伤 啊 就是说 啊 创作力都被 啊 热忱啊 都被合住 伴住的话 请问他还能够做生意吗 其实是不能了的 这个时候呢 就要改变策略了 至于是改变什么策略呢 到时候我们再看 因为现在还是延迟过着 毕竟呢 他今年呢 还只是35岁嘛 所以呢 我就跟他讲说 要做生意 把握 今年做 可以吗 其实 可以是可以 但是呢 他自己会面对呢 也是蛮大的压力一点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原因就出现在地支的日主已经触干了 地支日主触干的话呢 他很容易受到流月的啊变化来影响 而导致呢 他虽然有财 有能力 但是呢 他还是呢 会 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还有呢 安全感 会 受到影响 啊 所以呢 在 今年 要非常 就是 谨慎 啊 所以做什么东西都需要非常谨慎 而且呢 我还把 今年 他 最差的时间段 哪一年 不是哪一年 哪一个月 哪一日 是最差的 我已经跟他讲 讲好了 所以希望他在 啊 遇到这些 不好的日月的时候呢 的这个时间段呢 一定要保持 永远要记得谨慎 然后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去解决这个方法 最好就是 四个字 找 睡 找 起 然后呢 记得 记得 工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 家庭 也一起带去 不要 然后呢 回到家的时候 就不要把工作 带回去 啊 好 啊 基本八字 90秒 讲到完 讲啊 这次讲完了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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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